《佛说观无量寿经》 各位师父慈悲 各位诸上善人慈悲 佛说观无量寿经 我们灌这个西方三圣 就开始灌这个大世智菩萨 大世智菩萨 在这个极乐世界里面 他的形象 以及他显示出来的衣布 是非常之庄严 殊胜 由于观音菩萨 我们时时都有机会接触 而大世智菩萨 和观音菩萨 同时都是阿弥陀佛的挟示菩萨 所以大世智菩萨 在我们的观想当中 如果以西方三圣来说 他应该是阿弥陀佛的同体 所以我们对大世智菩萨 那种的恭敬心 应该是和观音菩萨 和阿弥陀佛是同等的 那么我们如何深入更加去认识 这个大世智菩萨呢 因为向下的文宗 都是一一讲述 他那种庄严的发相 而一一发之中 里面是有微妙的表发的内涵 如果大家更深入 来到去理解的话 我们就要看回这个《灵严经》里面 大世智菩萨 对着释迦佛 去讲述他 在过往生中 去修行的时候 这里就形容大世智 法王子 与其同伦五十二菩萨 是即重座起 鼎礼佛足 而百佛言 这个就是形容 他在《灵严经》里面 是轮到大世智菩萨 告诉佛听 因为佛问每一位菩萨 他那个初心 即是最初发心修行 下手 以何而为方便呢 由于每个果位的菩萨 而向一个恩恒的修行人 来到去讲述 很亲切地 将自己过往 在那个修行的心路历程 和大家去介绍 大家就可以从中里面 去选择 自己在哪一个法门里面 来到去相应 这个就是我们听经文法 主要是为了修行 我们学佛 主要就是修改自己的气质 修改自己的行为 修改自己的心识 而时事以佛菩萨的心识 是作为自己的心识 于是乎 凡是学佛的人 应该就将自己 所有个人的感觉 或者个人所遭遇的境界 是尽快去忘失 而只要你诚心诚意 是灌注阿弥陀佛 无论我们是听很多很多道理 归根到底 都是要我们变化气质 我们的杂气 我们的缩业 我们的缩业苦 没有一样东西 没有一个烦恼 不是跟我们的贪真至终 来到去推动的 由于我们潜藏 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有些极重的烦恼 来到障碍 但我们时时又疏忽 而没有去清除它 于是日积越累 就算我们念很多经 听很多法 但是由于 时间久了 积聚这种障碍 是越来越重 越学佛的 这种烦恼 就越明显 为什么呢 因为 那个信心 和那个诚意 和那个愿力 你要显发出来 是要长远地 无间断地 是不断地去思维 而不断 在自己 那个生活的 每一点一滴 都不要放肆自己 都不要 去将自己 好像你是奉了自己 可以去 做这种行为 因为 农天 是会 惩罚我们 所以我们说 能够真真正正 去到 发心 尽形寿 来到去修行的话 特别在 这些大的 丛林里面 事事 要记住的就是 我们这个色身 是归于 长住的 我们的 性命 是归于 农天的 我是 无我的 我已经是 属于 常住的一部分 是属于 农天 所以农天的意思 是属于 三宝的一种 能量 逢是农的意思 就是一种力量 好像我们现在 用水发电 用煤发电 用任何东西 来到去发电 我们的战争友好 我们 国家与国家之中 全部都是为了资源 来到去斗争 人类已经快到 七十亿人口 而在那个资源的分配 和宇宙的变化 我们的地球 那种的迅速 春夏秋冬 地水火风 在一个能量的 变化当中 我们人类 是很渺小的 人类是非常渺小 无法可以抵挡到 一些这么庞大的能量 所以 人之所谓人 能够 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面 是不断地增益自己的生活里面的智慧 固然 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如何 去收拾自己内心的道德行为呢 这个就唯有你自己才知道 我们要反心自问 在一个这么庞大的 七十亿人口之中 我们在七十亿人口里面 香港 香港只不过是占七百万 而在七百万之中 占真真正正正学佛 又有多少人呢 真真正正正有机会 去实践佛陀 教导我们 如何能够脱离 这个三界呢 因为三界里面的地水火风空 它的能量 就是由三界里面的六度众生 所推使的 所以 我们的灾难 是来自 我们的行为 由我们的行为 我们就要接受 这种果报 若然我们能够超越了 这个三界 六度众生 它的无名的行为 影响到这个世界里面 的一个变化的话呢 那么我们 能够超越 去到一个清静的圣人的国土中呢 这个就是 佛陀 在我们 未来 更加多的人口之中里面 来到去给一些有缘的众生 能够 我们说 悉身归于长住 就是希望 佛法能够常住于世间 利益众生 令到众生 在一个 三图里面 在一个六度里面 在这个三界 犹如火集的之中呢 能够找到一条 菩提路呢 来到去超脱 上住就是 我们不会有间断地 去承担着 如来的家业 凡起心动念 都是如何 去利益众生 至于自己来说 所谓 不求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 这个是佛菩萨 能够 不在这个六度之中 那种业力推使的地水火 风空的能量中呢 来到去 被这个承住坏空 生住而灭 我们一升一沉 都不过是 同时在这个三界之中 所以 现代的人 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忘记这个烦恼 去这个无名 人 和众生 最大的 他的机会 是他自己有 这个理智 去忘记一些 无谓的烦恼 但是人 那个无名 永远就是 喜欢执着着烦恼 去磨绎自己 去磨绎他人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 逃入宝山 都空守回 有佛在世 我们就沉沦 今天在末法的时候 仍然可以收持 静法 但是我们又无缘 我们情侯 像一些动物那样 你那种忌仇 忌怨的动物 最厉害是什么呢 是大笨象 大笨象 你不要得罪他 三十年后 他都可以报仇的 他是全部记住的 以及辨别到的 特别 如果你偷了他的牙 他是完全知道 所以 为什么有时候 那些大笨象 看到某些情况 他突然间好像疯了 那就是他无法控制到自己 他心中里面那种的仇怨 是会呈现出来 他就会追着他的仇人 去报仇 因为有些大笨象 他自己 差不多会掉了一只牙 他就将一只牙 就藏在地上 他很紧张 若干的时候 他又会回头 去看看自己的牙 如果发觉自己的牙 不在的话 他就会很紧张 去想一下 动物 他没有办法 他在一个这样的 限制的智慧里面 限制的行为里面 他那个我执 都已经脱了一只牙 你们大家都经常去脱牙 你不会将一只牙 收起它 狗狗去看一只牙 你知道这只牙 对你来说 你那个又不是佛牙 你佛牙就是人家 礼拜你 你那只牙齿牙 留在这里 那么绿书 谁去看你的牙呢 佛牙就不同了 真的留在这里 几千年了 都能够令到众生去礼拜 所以 我们看到 真的很多动物 它很奇怪的行为 我们真的 无法只可以知道 它那个动力是来自哪里 是来自什么呢 是来自它的欲念 是来自它的食念 食息食也 这个就是 动物永远就是想着吃 想着 怎样去全宗接待 这个呢 就是它一生的目标 但是我们人 都是想着吃 都是想着全宗接待 但是出家人 就是如何将佛法 去传 这个佛教 那个命脈 令到它 接人众生 令到众生 能够 可以接触到佛法 这个就是 超越了 动物以外 如果是天人 它就太快乐了 根本都不记得了众生 如果是阿修罗 就惨了 日斗夜斗 最喜欢和别人斗气 总之就是说 凡是喜欢和别人斗的人 它 是初转人生 是从阿修罗 刚刚转回人生 如果 它不去 反省自己 那个斗争心 其实 它回到阿修罗 这个机会非常之大 每一个人的 杂癖 你都可以看到 它来自哪里 它的行为 和它的出言 套语 它的性格 都走不掉 在这个三途 的众生之中 在这个阿修罗 在这个天人里面 有些人真的好像天人 不知天高地厚 天天都很开心 天天就是好日 天天就是生日 那不是好吗 好 不过都要想想想自己 临命中时 自己如何去安排 你不要想这么远 其实一想想想 自己临命中时 自己有没有安排好 自己有没有设计好 自己有没有打算到 有多少个人 懂得去 关注自己的临命中时 大家都是关注 目前 自己 那种的自我 他 我上 人上 众生上 受者上 这些全部 就是我们生活的范围里面的局限 就在我上 人上 众生上 里面 天天起烦恼 天天起斗争 天天起记忆 天天起仇恨 天天起烦恼 为什么呢 搓转人生 真的要反省 刚刚有人做 所以你见到有些男人 整个好像女人 扭一下 扭一下 他不是有意的 他说话 他都 他有意 他不是有意 他初转男生 女上那些 杂屁都未能改 但有些人走出来 整个女性 但是他所有的行为 就好像男性 这些就是初转女身 所以我们见我们 这么喜欢 一见到 为什么我们不用一个正面的 开开心心的 去和人相处呢 就是因为 我们一念搞错了 五百世 堕落他这个三童 虽然得到人生 五百世 贫穷下战 苦路无比 如果有幸 能够可以 懂得去修行 而自己的杂屁 不去照顾我们的念头 你们可以反省一下自己 贫穷下战 是很难有机会 是很难有机会修行的 天天都是 为柴为米 为这种 为那种 牢牢 这些呢 都是由于过往生中 已经受尽的苦了 而来到这一世里面 还是以一个这样的背景来出现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又中了善根 刚刚就有这个缘分 这种情况 你说他幸运 他非常幸运 及早可以脱离 这个贫穷下战的境界 但是呢 他又会当面放过 为什么呢 他不明白道理 他不懂得收 他不懂得珍惜 他不会对众生 生起一种怜悯的心 只要我们对众生 生的怜悯心 对众生那种烦恼 起一种放下的心 原谅的心 这个心就是菩萨的初心 你说学菩萨的初心多好 已经是 这个因地中 是种落 一个非常重要 成佛的种子 但是当我们在 这条菩提路的时候 我们的心量 始终不能够扩大 就是因为缩业所感 令到我们呈现 在眼前里面 起心动念里面 第一个念头 仍然是过往的 集气为主 而对于佛所说的道理 听的时候 就明白 走出门口 就忘记了 一听 他种落的福都很大 不过就不是 即时延报 又不知道 轮流到多少百劫 才有机会 费道 有机会 什么 对于佛所说的 有机会